向上天问道的人们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的瞬间 我们就会失去浪漫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的瞬间 我们就会迷路而彷徨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的瞬间 我们只能相信眼里所见的东西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的瞬间 就会有很多账单在脑海里来来去去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的瞬间 就会陷入一个无事无中的自我的迷宫中 当失去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我们就会失去生命的珍贵价值 当失去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就会失去为了我孩子的幸福 邻居家的孩子也应该幸福 这种价值 当失去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就会以不能捡起 就会以不能捡起掉在街上的一张废纸的心 只想用正义的方式来改变世界 当失去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我不相信自己 我不相信自己 所以每当风吹的时候 就会以摇晃的心活在这世上 当失去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就会迷失自己寻找在外面的神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的瞬间 就会失去自己 会再以别人的眼光而活着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会引来用物质的富饶 所不能填补的虚无和空虚的能量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会困在上天设置在地上的天罗地网中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会失去上天 会失去上天而活着 会失去上天而活着 当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 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时 会忘记我是谁 从哪里来 要去哪里而活着 对于不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这个问题 向上天问道的天人们 无得卡组 对于不放弃如何活的 对这个问题 对这文章 对于不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这个问题 对于不放弃如何活才能活得好这个问题 得好这个问题向上天寻又询问祈祷的光之工作者们 将传达在天上许下的太古诺言 正在地上实现中 将传达那个时期开始了 2021年5月27日 Budekk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